跟你在外面吃的一模一樣 還原百分之百 而且重點是我們用千古粉 用洋車錢紙粉 來代替那些不健康的粉料 嗨 大家好 我是美姐 我是阿達叔叔 魅力時光讓你吃得美麗又健康 美姐 你今天要帶我們做什麼地中海市的中餐呢 我們今天做地中海市的蚵仔針 你確定 對 我們把它還原到最像的口味 但是用最健康的材料加進去 來 我們要從哪裡開始 我們先做醬汁好了 醬汁啊 對 醬汁是蚵仔針的靈魂人物 對 可是醬汁都是要稠稠的 稠稠的 要勾芡啊 我們用洋車錢紙來代替 喔 這個 這個 洋車錢紙粉 就是說 它會讓它勾勾這樣子 醬汁裡面我們有 無糖花生醬 無糖花生醬 就是增加它的風味跟口感 還有豆瓣醬 還有味噌 好 味噌很重要 醬油 醬油 還有赤藻糖醇 我們就不用砂糖了 赤藻糖醇也是一種代糖 是 而且它是一個健康的糖 天然的 我們加點洋車錢紙粉進來 洋車錢紙粉 還有水 加一半 然後等一下打看看夠不夠再說 你看它真的會稠稠的耶 接下來呢我們來做粉漿 這個粉漿呢我們一樣是用杏仁粉跟洋車錢紙粉來取代 那我們先把乾粉放進去 洋車錢紙粉 OK 這是胡椒粉 這是鹽巴 粉類的先擴均勻之後 我們加兩顆蛋 因為沒有麵粉 所以我們用蛋跟洋車錢紙粉來取代 一般的 妳去外面吃的芋花針 它大概就是調一堆地瓜粉在那邊 對 沒錯 或者是加一點太白粉真的不太簡單 是 芋花水加進來 這個粉這樣調起來不是白色的 是帶一點黃色的 對 沒錯 我們加一點麻油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先讓鍋子熱一下 這個倒進去了嗎 對 我們用橄欖牛來煎 就像是個 稠稠的麵糊 如果你發現太稠可以再加一點水 OK 洋車錢紙粉真的很吸氣 對 它很吸水 所以你在吃洋車錢紙粉的時候 也要多喝一點水 因為它會膨脹 那我們先把這個放一些蚵仔下去 今天蚵仔很飽滿 對 肥滋滋 肥滋滋的 放幾顆蝦仁 就雙仁煎 這外面隨便一盤都要八九十塊 對 最主要是這個 我們今天特別的是我們沒有澱粉 OK 這當的話我們可以把它 稍微 稍微打散一下 打散一點 其實蚵仔有非常多的營養成分 有蛋白質 血質 氨基酸 那種營養成分在裡面 不錯 所以多吃蚵仔是很好的 但我們平常吃蚵仔這邊最怕的就是要吃很多的那種粉醬 還有外面的油 還有那個醬料 對 最主要是外面的油不是很理想的油 如果你吃到一般不是天然的油 它是不可以代謝的 做菜真的很像耶 好 來 好爽的醬汁淋上去 你好了啦 太多了 一般蚵仔蒸就是這樣 哇 真的很 這樣有像嗎 這樣跟夜市蕾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對 但重點是吃起來是不是一模一樣 完全就是蚵仔蒸 是喔 完全就是 滑嫩的口感 跟你在外面吃的一模一樣 還原百分之百 而且重點是我們用煎苦粉 對 用羊色淺脂粉 是 來代替那些不健康的粉料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好吃好吃 你一定要試試看 真的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有什麼菜想請陪姐幫你做 我們在下方留言 好 魅力時光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要吃得美麗又健康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